Maisen有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 想请教你 他说人民币弱势 他说感觉上利好就出口 他问你是不是这样 但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刺激到经济是利好的 为什么内地股市不升反而要跌呢? 还有如果人民币持续弱势的话 对内需是好还是坏呢? 其实看回现在好像内需 主要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也觉得 之前例如海底low这一类型的股票 都跌到非常低迷 所以现在其实内地方面 看到疫情这么厉害 虽然有内地也降准 但对于刺激的股市暂时 都不是那么大 其实好像海底low这些股票 长期都是徘徊到12多元 13元这些位置 都没有任何的几大反弹 还有9922反而好一点 所以内需这些股票 9922差不多上升到15个多元 以及一些体育用品 大家也要小心一点 因为最近你看到 跌幅仍然是持续的 例如利利亚 都是一直下跌的区间 看到内地疫情 虽然有些明显的改善 但这些股票也未上升到高的位置 所以大家炒这些股票 始终要小心 尤其留期利用的股票 因为之前炒得太高 曾经去到100元这个位置 虽然现在去到50多元这些位置 大家都心动了 接近跌了五成 是否应该买入的机会 大家都要留意着 因为之前 这只股票是炒到市益率超过100倍 所以来说 在疫情下 其实对他们的销售数据一定会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内需股 暂时我认为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对象 所以大家都远离一个内需的一板块 好啊